歡迎收看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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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囉 大家好 我是蔡露露露 我是佳麟 阿銘 我們達成今天來到了內湖 耶 今天來到這兒 有一個非常重要的任務 就是要解決大家 平常內心當中的空虛 對 因為我們剛剛來的路上 看到很多的上班族會上班 但它提起的公式包 感覺有點很厭世的感覺 就無神這樣子 對 有對不對 有 所以我們要告訴大家 其實現代人應該要具備 有三種感覺 三感 你覺得是哪三感呢 三感就是我剛剛講的 你一定要有 很累 然後無感 你對各種事情都要很淡定 沒感覺 最後就是要各種感 因為出門上班的時候 就是趕車 趕什麼 趕… 好感 我們剛才已經說 要讓大家回復一種內心 不足 你這樣講反而又 太負面了… 對啊 負面循環 其實人應該有三種感覺 是哪三種呢 就是 對 真的很重要 對 有了這三種感覺 大家才可以健健康康的生活 所以我們今天到內湖 就是要帶大家尋找 這三種感覺 我們一起走吧 Go 好感情 妳皮膚整個光澤都亮了 剛才非常蠟黃 很暗沉 我現在一發出 我整個色隙提升 上三個 想要快樂學射箭 看看阿民跟竹竹帥氣的姿勢 最後來到熱帶島嶼風情餐廳 在這裡找回生活的自信 好吃 快吃到了 妳形容得非常地好 因為有時候 我們都不用講太多 找回生活正能量 你不知道大台北景點 都在GoGo捷運 經歷湯也可以很時尚 搭乘軍文湖縣港前站1號出口 出來後沿著內湖路一段 左轉港前路前行 右轉港前路37項 就到達位於右側的蔬果汁店了 立站要來營造幸福感 幸福的感覺要怎麼營造 是什麼感覺 你很好…你便秘嗎 就是互相分享的感覺 對 因為其實你擁有多 你才可以分享給別人 所以我特別帶你來這邊 喝蔬果汁 你要分享蔬果汁給我 不是你自己便秘嗎 我怎麼要看 我也不要亂講 因為我注意到 你最近臉有點僵 不是很僵…我看到你 妳看就是這個彈性好像有點 沒關係 我看到你臉我怎麼彈不僵 為什麼 因為你看起來就便秘 所以你也很需要喝蔬果汁 我們都很需要 不然我們來介紹一下自己的專家 好 請來歡迎King 歡迎 哈囉 KIN 我們是不是由疑難達症 所以就像這種便秘的 還有我們這種皮膚好的 是不是都可以喝蔬果汁 有 絕對有推薦給你們 便秘是不是 便秘 給你介紹一下我們的 為什麼要喝拿鐵 是不是覺得這名字很奇怪 對 我們的綠拿鐵沒有加糖 然後我們也沒有牛奶 也沒有咖啡 它其實就是蔬果汁 因為大家現在上班其實很忙碌 大家可能想說 我每天就有一杯咖啡 可是其實我們會希望推廣大的是 你每天不一定只有一杯咖啡 你可以有一杯蔬果汁 所以這為什麼我們叫做綠拿鐵 四到六種季節性有機蔬菜 加上鳳梨 蘋果 奇異果 還有各式堅果 就是時下最流行的綠拿鐵 換成豌豆苗 木素芽 鳳梨 甜菜跟蘋果 再加上各式堅果 就可以打成這杯粉紅色的 金粒湯了 其實一般人喝金粒湯 這樣很怕菜味太重 可是我覺得因為它就是剛才講的 結合很多種不同的蔬果 也喝得到原來甜菜跟的味道 平常在家裡打一杯果汁 沒有辦法準備這麼多的材料 而且這些材料 剛剛講有堅果 有葉菜類 又有什麼奇異果 有纖維 有沒有初戀的感覺 有初戀的感覺 因為初戀的時候 就是會有像這種滿滿豐富 滿腔的熱情 妳皮膚整個光澤都亮了 剛才非常辣黃 很暗沉 我現在一發出我整個色階 提升UP三個 亮的跟什麼 裝什麼神秘 裝什麼神秘 原來我們下捷運稍微搭車 大概不到五分鐘 我們就來到了一個射箭場 不過你們今天不是要來尋找 你們 我們 我跟誰 不要嚇我 我們一起要來尋找快樂的感覺 可是跟射箭有什麼關係 你不知道其實快樂的泉源 是來自於一起來參與一個活動 所以今天我們兩個人 一起來到射箭場 一起射箭 然後一起分享 為了彼此付出 我知道了 待會兒你就演山豬 然後我就射來 這樣我就會覺得很快樂 你的快樂是建築在我的痛苦之上嗎 很快樂 錯 我們要告訴大家正確的觀念 透過射箭 我們今天要互相合作 就要帶大家來體驗一下 射箭的樂趣 是的 不過射箭最重要的 當然是要有一個厲害的教練 專業的教練 所以我們馬上就來找 專業的教練 走吧 教練 你好 哈囉… 歡迎來到射箭場 你好… 像我們這種就是 對於射箭沒有什麼概念 然後我只對於射這個人 比較有興趣的話 那要怎麼入門呢 那就是我的工作了 等一下大家就一起 稍微做一下說明 然後我們再做一下練習 然後我們就可以開始了 就可以開始設立名樂 快樂射箭 射箭快樂 在林劍市區的山林 就有這片原野開闊的射箭徑圖 射箭練習需要循序漸進 阿民跟竹竹就先從射箭 第一課開始 初學者先使用水管弓 和安全箭練習基本弓 基本動作的部分 我簡單說五個字 這是一個射箭的五字拳 站 搭 拉 瞄 放 好 兩腳平行與肩同寬 腳跟稍微向外開一點 練好基本弓射箭不費弓 放鬆肩膀 夾緊背部肌肉 貼著嘴角拉弓輕放 這說來容易 但做來難 我們先取弓 好 然後側身 人再俯身一點點… 別客氣 對… 人再俯身一點點 要這麼… 前手推 後手引的時候 手往微微朝 外側繞進來 對 很好 來 正苗高一點 苗高一點的時候動腰 對 很好 好 去吧 你有沒有發現高度差不多 我最後是這樣 你有沒有發現高度差不多 我最後是手掌著 他可以這樣 你等一下 可取這個動作 夏立民 你不要搞笑了 說到射箭 還是有舞蹈基礎的竹竹 有天分 教練稍微指導一下 就有模有樣 不過射得怎麼樣就不知道了 現在分別有八隻這種 初學者的箭 我們前方大概很近 我約100公尺 不到100公尺 有一隻小丑魚 四捨五入 四捨五入 好 大約100公尺有一隻小丑魚 我們要看八隻箭裡面 能夠射中它幾隻 射中的話就算是贏家了 接下來就看鹿死誰手 GO 比較吵 認真一點 天啊 拜託 這根本連10公尺都不到 只見竹竹百發百中 夏立民卻屢戰屢敗 潘映竹看不過去了 只見瞄準夏立民的靶 太短色了 結束 請大會報告成績 立民2 映竹 舞 映竹舞的 妳…妳有射中舞之劍 我有射中 我沒想到原來 原來 妳有射過的經驗也不怎麼樣嗎 所以其實這個運動跟智商 比較沒有關係 有關係好不好 經過了初學者的試練之後 我們要來 接下來要挑戰的是什麼呢 好 我們要挑戰 四臟射箭的項目 我們知道射箭 其實眼睛很重要 對 因為你要用眼睛 去瞄準定位 所以四臟者也是可以參與 射箭運動的嗎 是啊 四臟者 現在的國際四臟賽 已經到世界盃了 真的喔 好厲害 我不曉得 但他們看不到 眼睛看不到他們是要靠什麼方法 去找那個瞄準 四臟射箭 它的器材上面 會有一點點小小的不同 它會有一個腳規跟一個手規 然後它會協助四臟者 給它一些固定的參考點 然後讓它進行放箭的動作 阿咪很粗暴地 幫竹竹戴上眼罩 不曉得兩位歡喜冤家 表現如何 Andre選手 妳還好嗎 可以 我感受這個黑暗 好 肩膀放鬆… 要先找到那個點 對… 在哪裡 在這裡 好 有 有 好 然後嘴角 現在也太左邊了 要右邊一點 可以… 有…太厲害了 已經倒了 1 2 3 4 5 6 7 吃三顆 果然是老搭檔還滿有默契的 雖然沒有全倒 但也接近了 來迎接下一個挑戰吧 孝一鳴 剛剛盲射的也是在我 累的也是我 你現在譬如什麼 坐著休息 我現在不是坐著休息 而是要來體驗一個很重要的 古代人都做的一件事情 古代人都坐椅子嗎 就是… 騎馬射箭 教練 這裡怎麼會有這個東西 這是認真的嗎 這也是交叉訓練裡面 非常重要的一個環節 所以它這台是專業的訓練機器 我們剛才站著都設不好 對啊 這那麼專業的機器 我們看一下有沒有 所以這是要在上面體驗那種 騎馬的那種顛簸的感覺 你好韻律的… 你好韻律感 許多偉大的君王都是馬上得天下 騎射結合騎術和射箭 考驗弓箭手的穩定度 去吧 你怎麼會有 你先進去 可以… 好 教授 第三段 不用… 我都還沒有… 這真的好畫 這個…我頭髮都懶 我頭髮整形 等一下…我要冷靜… 不能受到干擾 古人就是這樣子 好 逐鹿中原 有人想像一下 你自己現在是一個將軍 將軍… 將軍的馬不會那麼… 這兒康啊 等一下 將軍的馬有點失控 現在是筷步在趕路中 用你的腰… 要趕路 用你的腰去主動去趕路 趕路… 還是來看看女霸主竹竹的表現 雖然一開始受到干擾 但是越來越穩定了 馬上公主 可以喔… 公主 太厲害了… 滿足公主一樣 往右顧 馬上還是妳比較強 非常重要一點就是射箭 不只是技巧 當然是很重要 但是重點就是你的心要定 然後你的穩定性要很高 就等於說是一種 能量跟能量是你平衡 很會耶 能量跟能量之間的平衡 所以會重新尋找到快樂的感覺 有 尋找到快樂之後 就可以往下一站出發囉 台北最墾丁的餐廳 搭行捲運文湖縣西湖站 出口二出來朝內葫蘆一頓 二二八向前進 在二二八向右轉 到了雞葫蘆三向右轉 看到一家充滿熱帶風情的餐廳 就到囉 但是幸福還有快樂的感覺 來到最後一站 沒錯 而且今天已經累積了 這麼多好的能量 快樂的感覺 最後一站需要的是什麼 自尊 自尊 我們人活著 要能夠正向生活 就是保有信心 對 但是要怎麼樣才能讓一個人 堅持信心呢 就是要彼此稱讚 就是透過稱讚對方 讓對方感覺到很有自信 累積自己心裡面的那種感覺 因為平常你都很愛罵我 是嗎 平常不是你都在俗握我嗎 不是都是 你都嗆我嗎 不管怎麼樣 我們現在開始就是要彼此 就是你今天真的是 你在這間店裡面 看起來特別美 是今天來到今天店 我們就要佛心來著 就算是你想得不怎麼樣 看我還是以為要對你很帥 是嗎 我…我怎麼樣 你很棒 我這樣很棒 我這示範是對的 示範是對的 所以接下來讓我維持這種心情 好… 我們也來到一個很特別的地方 對 因為剛剛一走進來 就一種熱帶導演的感覺 我真是嚇到 因為這邊我們都知道 有非常多的辦公區域 對 很多人都穿著西裝鼻涕 結果你一進來就 想說好像跨越時空的愛戀 因為在西湖在走開 沒有 不能這樣 我們今天是要建立信心 OK 來… 對不起 我剛剛露出眼鏡 跨越時空 是的 愛戀 好 我們是不是要來問一下說 這麼有特色的地方 到底這間店它的想法 為什麼會有這間店 存在在一個這麼特別的 對 為什麼會在感覺 水泥叢林裡面 很冰冷的一個上班的地方 怎麼會有一間 這麼熱情的店呢 跟我們走吧 走 哈囉 一看這個有黑的膚色 就覺得真的是來到那個 墾丁的感覺 墾丁或是什麼下微影之類的 這是店長小玉 小玉你看起來 不像是在台北會出現的人 對 你不像 我從小就是在台北長大 在台北長大 可是卻有一種熱情奔放的感覺 確實 因為第一個 自己本身也很喜歡運動 再來的話就是 這一家店它其實是有一點 像那種墾丁的感覺 它其實第一家店 就是開在墾丁的 所以等於是把墾丁圓資源 我也從南台灣直接搬上來台北 連人的感覺都搬來了 你看 非常有自信 完全是展現了我們在這一集 這個地方要有的主題 他說的確 我就是充滿了 陽光跟智慧 人家沒有像你這麼要掰 沒有這樣嗎 你不用讓你學小玉 你看他 小玉幫我們介紹一下 這間店的特色 這間店的特色就是 因為老闆他們都非常喜歡的衝浪 喜歡玩水上的運動 對 所以你會看到 我們店一進門就有一塊 非常大塊的衝浪板 對 沒錯 再來的話我們還有就是在鐵網的上面 它也有掛一塊衝浪板 這個是非常經驗性的一塊 因為這是老闆他們的第一塊衝浪板 然後再來的話 還有在樓梯旁邊的牆面上面 它還有一整片 都是黑白的照片 但是老闆他們那時候 在墾丁一家生活的時候 上面的照片 其實那邊牆非常有特色 你會看到照片是黑白的 可是冰的照片是彩色的 為什麼 因為他們想要營造一種就是 人生是黑白的 其實人生就是彩色 前面那些是有點… 不是冰 現在是冰 有冰 你的人生就是彩色 這樣對不對 沒錯… 我們就來期待一下這邊的餐點 現在轉換了心情 感覺非常地放鬆 對 來到這邊就有一種 一秒來到墾丁 因為想到墾丁就有一種 很輕鬆的感覺 所以也很期待這邊的餐點 對 我感覺應該還有那種 南部的熱情 熱有帶的感覺 讓我們來看看 來 不好意思 我幫你們上義式墨魚燉飯 大家有沒有看到 剛才說墾丁 你看 這個盛裝飯的容器 你知道這個就是給我本人吃的 因為這就是小美人魚的餐廳 小美人魚就是我本人 這上面以前裡面的車渠背 裡面是珍珠 所以這是真的貝殼 真的 就從墾丁來的 對 連這個容器都很有墾丁感 當然 整套的 這麼棒的餐點 我就先讓你來嘗一嘗 所以今天的意思就是說 不管我講出什麼樣的話 你都要努力地稱讚我 Baby you are the best OK…這句開場我就懂了 我今天就隨性吃 我先幫你把墨魚移到旁邊 一個墨魚要切 好 我來 我在我前面切 好 好吃 快吃看我 妳形容得非常地好 因為有時候我們都不用講太多 快吃看我 妳講那些 米怎麼樣 因為常常我們吃燉飯 你一吃一定要吃燉飯的米的 那種軟硬程度 飯不會太爛爛的 因為有時候燉飯有時候太軟爛 你會吃不到飯的口感 妳的嘴巴很厲害 可以吃到這麼多的細節 我真的一口下去 我這是偵測機 現在我切一塊墨魚體 讓你來嘗一嘗 墨魚體 它這個看起來是稍微煎過 是的 它是有保留這支墨魚的 膠原蛋白的感覺 很Q…Q彈 因為有時候墨魚飯 你直接把它放在燉飯裡面 墨魚會有點萎縮掉 妳懂嗎 Avi 妳很生動 我真的不得不稱讚 聽你們形容成這樣 這一道放在珍珠貝殼上的 墨魚燉飯 用看著就覺得好好吃 一整隻墨魚非常大器 竹竹阿民吃得津津有味 我覺得潘映竹第一道 就形容得非常好 它的味蕾真的是 擁有非常細緻的這種感受在裡面 我覺得你稱讚我 稱讚得非常到位 用了很多詞的味 天虛一點 來 還有一種 這是甜點嗎 來 幫你們上披薩千層塔 它總共有六層 每一層它都是兩層為一個口味 最上面的兩層它是屬於甜食的部分 上面是新鮮水果 加成是自己做的卡士達醬 再來下面四層的話 披薩都是兩層為一個口味 所以它有燻雞 跟最下面也是蔬菜口味 南部人都這麼熱情嗎 是只有我們來有這麼多層嗎 沒有 當然了 好的 想說平常人來應該只有三樓而已 謝謝妳… 感謝妳… 它這應該不是一般的披薩的品牌 仔細看 它其實是脆皮 你知道它有一個名稱叫做 Pizza Gaga 因為它吃的時候會這樣 嘎… 嘎… 我的天啊 好生動 我們今天這樣真的是 錄不下去 可以的 沒事的 我們來嘎嘎一下吧 嘎嘎一下 妳要嘎嘎甜還是嘎嘎鹹 妳嘎嘎鹹呢 因為這四塊真的是 就是妳一個人 妳嘴巴那麼小 蹭過這麼豐富的料 可是這個它不用切嗎 其實一般來講要切 可是我覺得妳身懷絕境 妳不用切 妳完成了 我完成了 我的天啊 所以… 非常地好吃 妳這個形容已經用了三次 但是我還是覺得 因為好的形容詞 可以多講幾次 對 所以好吃在… 好吃在它這個餅皮 非常地脆 好像是餅乾 剛才真的似成這樣 嘎… 真的有嘎…的感覺 它的料 它的料在裡面 它裡面有起司 燻雞也好香 再加上蔬菜感覺 就是色香味俱全 該有的營養素同時都攝取到 來這必點的Pizza Gaga 把鹹甜好滋味層層堆疊 品嘗完蔬菜跟燻雞口味 上層的甜點也讓人食指大動 這邊的鎮店之寶 還有花生冰沙 濃郁的花生口味 加上略帶鹹味的花生顆粒 吃起來格外清爽 今天怎麼樣 我今天應該有算是 滿給你的面子的 有 我覺得自尊爆表 我覺得你應該是 自我感覺良好的 我耶 對 因為我們稱讚要維持到 最後一道 這個是水吻的夏夢湯 夏夢湯 它是一個做成像蛋糕一樣形狀的 可是它全部都是剉粒 如同夏天的夢一般 Happy birthday to me 還沒到吧 不管 不管硬要唱對不對 好 我們就先來 我先來許兩個願望 最後一個不能說 快…燒完了 第二願望就是希望 潘映竹的青春永住 好 第二願望就是希望 郭郭捷運收視率可以繼續 邁向高峰 好棒 第三個… 咪咪 太棒了 YA 謝謝 酸辣… 這上面都你的口水 謝謝 來 請用 謝謝 這裡的人好熱情 好熱情 因為就是墾丁那種 墾丁南部的熱情 祝福 對 而且你看就是 就希望我們兩個的青春跟正能量 就如同這個燦爛的煙花一般 橘色的 還是什麼口味 好特別 蘑菇 芒果… 芒果也是在台灣冰品裡面 必備的一個口味 吃到芒果就覺得 好忙 回春 因為你好忙 我們有沒有看起來 皮膚比較Q太遠 有 這皮膚真的是 回到38歲 有 不要亂講 甜點居然可以做成這樣 真是令人嘆為觀止 剉冰裡面還藏著珍珠 好吃又好玩 美味餐點豐富繽紛的人生 享受當下 帶著正能量過好每一天 經過討論 我們已經決定了 本店最推 一會兒出來後 朝內葫蘆一段288項前進 再288項右轉 到了雞葫蘆三項右轉 看到一家充滿熱帶風情的餐廳 就到了 這麼美的東西最適合的就是 立民 就是你 這很精緻 它上面是有一個草莓的玫瑰 對耶 玫瑰人生 是我的人生玫瑰的人生 為什麼玫瑰像人生再次嗎 人生再次 妳這是稱讚我嗎 對 因為你帶一次就是這個 蜂芒外露 我覺得蜂芒收不住 我來吃一口我的蜂芒外露 厲害 嘎嘎的聲音又來了